自打特朗普横空出世,纳入世人的视线,他给人的印象就是粗鲁,特朗普就像是京剧里面的铜锤大花脸,动辄就要挖呀,直挖乱叫的。 但是,这几天,面对着朝鲜领导人,特朗普竟然变得温柔了,他的心中就像蔡英文的心中那样,突然有了最柔软的一块,蔡英文心中最柔软的一块。 据他说是台湾的劳工特朗普,温柔的说,期待再一次见到朝鲜的领导人,因为他和朝鲜的领导人之间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。 听听,这样的语言,只在琼瑶的言情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啊,两个人的心灵都起了化学反应了,心潮澎湃了吧。 不过呵呵,张飞都会秀花,难道特朗普就不会温柔吗?飞也,他会。 问题是,现在的特朗普面对着朝鲜,他甚至都不允许别人怀疑朝鲜,他替朝鲜辩护说,你们一定不要怀疑朝鲜,朝鲜肯定在禁止和武器方面有了新进展。 冷漠无情的特朗普,此刻为什么对朝鲜却变得温柔起来了呢? 呵呵,大家忘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了吗? 当时,韩国总统文在寅说,朝鲜问题解决了,特朗普总统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 特朗普总统听了之后,立刻谦虚地说,以我稳定的天才,我就是人世间最美丽的花。 可见特朗普是很在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,所以朝鲜和问题他不能失败。 其次,截至目前,特朗普在他曾经雄,心勃勃地发动的所有的行动中都没有取得胜利至少目前没有。 不但如此,情况反而似乎变得更糟。 在欧盟、中国、俄罗斯甚至在土耳其,唯有朝鲜,现在反倒成了特朗普最有可能取胜的方面了。 特朗普岂能不竭尽全力,威逼利诱,只要能逮到朝鲜。 所以,这一次特朗普主动抛出了魅眼,那么朝鲜会接受特朗普释放的柔情吗? 依比者所见,特朗普的柔情,朝鲜永远不懂,朝鲜也不敢懂。 因为,朝鲜像其他国家那样,到了这般光景,已经把特朗普看透了,并且他似乎已经揪住了特朗普的尾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